NCC驳回CNN 我觉得有点绕口令 这个标示有点搞笑 NCC驳回CNN 不要搞错 拒绝CNN进驻52台 NCC这理由瞎不瞎 好瞎 今天最瞎第一名就是他 我们看到NCC就要华氏 也不用演 在那天关键的时刻 我们三个记者蹲坐在地上 他就告诉大家 中天要封杀 中天换屏不过 然后立刻就讲了 把华氏端出来 当时大家就有点傻眼 拜托你陈耀祥 你什么身份 你可以这么直接吗 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大风等等 人家怎样 人家想找国际光阴 我们台湾不是要跟国际接轨吗 我们台湾人英文很差吗 看CNN学英文很好 很多学生都在看CNN 看CNN学英文 CNN还有Friends24 都是属于英文新闻频道 消费者需要重新适应 不符合收视习惯 你有做过调查吗 是啊 你有做过民调吗 你有问过大家的意见吗 这是你的意见吗 是你不适应吧 那请问一下 所谓的收视习惯 我们中天新闻在52台 不是收视习惯吗 很奇怪 还有说什么 华氏能够上架52台 是谈判能力的结果 系统可以拿上架费 没有什么不好 报告主委 大家都觉得不好 不是没有什么不好 而就是不好 是不是玉米 我觉得NCC真的是太夸张 我听到他这个理由的时候 我真的是大摇头 大家知道NCC过去 那个审各频道的时候 都告诉各新闻台什么 你们这个国际新闻的比例太低 大家应该要提升这个 多一点国际新闻的比例 结果现在有线电视台 他们愿意把这个 真的是国际新闻 全天候的频道 进到52台 结果你今天说什么 你说大家会看不习惯 不可以啊 这个大家不喜欢看 这个国际新闻频道 太离谱了 真的是太离谱了 那这一切其实就是嘛 陈晓翔当天已经告诉大家答案了 我要的就是华氏 没有华氏 其余免谈 所以你看包括这些 有线电视这么多好几家 他们愿意去递捕上来 是国际的新闻频道 结果竟然被NCC打回票 请问NCC有什么权利去否决人家 而且你的理由是说 不符合收视习惯 报告NCC我是消费者 我很喜欢啊 我觉得如果今天 这个你把中天 你这样子用这么阿爸的方式 把人家赶出去之后 哪一个可以递捕中天的位置 坦白讲国内的频道都不够格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让国际频道来 我想要看这个CNN啊 我想要多掌握国际的动态啊 我们中间选民知识型的这个 观众也很多啊 你凭什么说不符合收视习惯 那是要看什么 才符合你的收视习惯 一定要看华视是不是 真的是太奇怪了 讲这么瞎的一个理由 我觉得NCC 作为一个独立的这个机关 他现在已经把自己的独立机关 的立场跟角色迫害殆尽了 说实话 我们中间被驱逐出 这个52频道之后呢 当时大家在想会 谁会递捕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看看台面的这些呢 它的背后都有一股政治势力嘛 新潮流的啦 郑国会的啦 等等等鹰派的啦 各方都要抢这个位置 所以呢 当这个大风他们端出CNN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眼睛一亮 有没有觉得 这样还不错嘛 也是个解方 至少呢第一个派系不会打架 那第二个他可以跟国际接轨 当然除了中天之外 这可能是一个第二好的一个选择啦 但是没想到我们现在这个否决 而且否决的这个理由 拜托你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 可不可以 淑惠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看到一篇评论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说呢要讲一下这个陈耀祥的角色 陈耀祥是不是民进党内最会处理事情 或是最不会处理事情的人 有人说呢他现在正在把自己 往中全的方向去推动 使命必达的概念嘛 就是一直往自己中全的方向 不管怎样我就要咬 我一定要咬就目标就对了 今天段一康说民进党有看门狗 看门犬 他不知道在说谁 或者是说很多都是 如果是以收视习惯来决定的话 那说真的没有了中天 就是大家收视习惯都不良不是吗 现在所有线上网友 你们原本可以打开电视看52台就看中天了 你们不就是因为想看中天才会 逼得要拿了一支小手机 或者是说还要去买iPad 还要去买一个转接的才看得到中天 所以其实如果你那么在乎 民众的这个收视习惯的话 你就没有资格去撤照中天 不是这样吗 如果说民众明之所欲藏在你心的话 你就不会去对中天下手了 你今天既然对了中天下手 就不要再去扯民众的收视习惯 而是你蔡英文的收视习惯 你蔡英文是不是英文不好 蔡英文 所以你不想看CNN 然后想要强迫大家去看华视呢 华视如果节目品质好的话 他就不会从老三台 现在变成这样 收视率怎么样大家都知道 过去老三台 老一辈人不都习惯看老三台吗 为什么老三台逐渐被淘汰呢 不是说你给他换一个很好的位置 风水好的位置 说52台风水一定很好 所以当时中天才会那么有影响力 不是的 先是看节目品质 好的东西不管你到哪一台 都会有人看 就像我最近在菜市场 一堆人跟我讲说 他们现在都看什么 一百多台 你们是一百四 154 154 我想说154 以前我感觉那不是什么 动物频道 对不起 因为我家没有电视 我都看手机 所以我不知道说154是中式 可是很多人就跟我讲说 他们最近都改开154 我想说154现在是有什么 什么特别的 然后我上网去查 才知道是中式 所以你看大家即便追到天涯海料 最早追到154 他都想要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不一样的声音 而不是说 转来转去都是同步被洗脑 转来转去都是讲政府好棒棒 蔡英文好棒棒 蔡英文我爱你 揪咪这种的 不是的 这就是之前大家一直在强调说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当然你可以歌功颂德 你可以去拍马屁 可以去甜言蜜语都OK 毕竟你拿人手软嘛 你拿了政府这么多的 广告行销活动的置入 所以你要去拍你业主的马屁 这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你难道不能容许 唯一一家敢说不一样的吗 就这么一家 你都没有办法容许吗 所以我觉得今天NCC已经 不要再去跟我讲 它是什么独立机构 或是什么学者专家 那个赵先生他第一个证件是说 把52台还给中天嘛 我自动再帮他加一句 把中天还给人民 第二个证件是废NCC 这也是我之前讲的 我觉得根本就应该 公投去废NCC NCC又变得像有一些立委一样 是在白领薪水 是在浪费我们的纳税钱 可是我们却无法罢免它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就废掉NCC了 这个就没两气啊 NCC排剧CNN 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笑 你知道吗 这虽然有点 有点奥口 你可能改一下好了 你讲张希希 排挤NCCCNN 你就 所以你要改成张希希 又不会错乱 NCC排挤CNN 你这样讲我也要想一下 可能是不是因为字母都一样 但是顺序不一样 两个都长得那么像 干嘛这样互相伤害 那你就说蔡英文 英文蔡妈 也一样 所以我说三个N加三个C 为什么要互相伤害 所以就蛮奇怪 但是我觉得 这个NCC的理由非常奇怪 说大家不具备这样的收视习惯 你意思是说台湾人没有国际关系 我觉得很奇怪啊 我们大家就是了解社会脉动 了解国际脉动 我想请问你这个新闻传到国际 传到CNN 很丢脸啊 真的很丢脸啊 会不会让大家看虽我们台湾 就是我们的政府觉得 你们台湾完全没有国际关吗 全身都在交易关 我们的政府觉得我们的乡亲 不需要了解国际的知识 为什么呢 因为了解国际的知识 其实就知道这个政府讲的 其实跟国际的主流趋势都不一样啊 所以呢最好不要看啦 这样子才可以进行欺骗的工作嘛 CNN的政党色彩是最低的嘛 对不对 也比较没有争议啊 所以这种世界最知名最大的 这个有线电视新闻网 你居然说大家没有这样的收视习惯 我想全世界大多数的人看的 可能都是傻眼 傻眼猫咪喵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那如果说你说不符合收视习惯 那我请问一下大家 五十二台的收视习惯是什么 就中天电视台啊 我就习惯看中天啊 用收视率 他的意思就是用收视率来看嘛 OK 用收视率来看的话 明明中天就是有这么多人看 那你为什么要违反大家的收视习惯 所以你的说法根本没有办法自圆其说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的处置 基本上会造成 我们讲说媒体环境的光谱的失衡跟垄断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你这个华世就是一个政府在控制 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媒体嘛 你今天说我要开放给公广集团 可是里面的人 我看都是这些清政府的人马 会听政府的话 讲政府想讲的话 说政府想做的事 基本上就不是一个媒体自由的环境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啦 你不是说党政军不要介入媒体吗 可是你现在作为一个政府单位跟机构 你就在赤裸裸的介入媒体的生态不是吗 那你不是以前说不要的 现在却拼命的自己在做 你这样自己的良心对得去吗 所以更不用讲说 他刚刚有提到嘛 正媒两期大魔王 还提到的这个赵少康大哥嘛 甚至今天就是这个海派底下的 我们讲说这个立委 开始在对赵少康大哥进行追杀 说哎呀你这个如果担任所谓的党职 你是不是就要退出啊 你叫池中光董事长啊 池中光总经理啊 不好意思喔 广电法施行记者第三条里面讲到 除了这个所谓的政党工作人员 这个顾问性质不在此限 所以呢这些人 洋洋舍他讲了一大篇 怎么讲怎么讲 就是不提顾问性质不在此限 这几个大字啊 中评委就是一个顾问性质的东西 一年原则上只开一次 然后针对党务的东西 给予咨询室的建议 他就是咨询机构跟咨询单位 你不讲 你还在那边插边球 空口说白话 然后呢 是否用贴标签的方式呢 为的是什么 很简单嘛 因为你的政治力量想要介入媒体 你想要介入中广嘛 所以根本就不是国民党的 赵绍康要去介入媒体 而是今天你政府要有一个牵强的理由 介入这个媒体的运作 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个本末导致啦 所以我觉得 这个大魔王其实就是民进党政府 所有亲民党政府的人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这个才是我们中华民国 民主社会 开放社会 自由社会最大的危机 因为人民已经被政党齐在头上了 嗯